双拍什么收赢吧 比赛结束 结果平局 对平局 不是说好的平局 怎么会把这个亚洲第一保镖头发给剃了 现在这个张美丽 她的理发水平越来越高了 可以当那个理发师了 其实这样比赛的话 很明显是张美丽占据上风 而且这个新一代李小龙 亚洲第一保镖赵大侠被打得是非常惨 最后判的是平局 是因为照顾赵大侠 她的脸面 她的面子 然后她的粉丝量也是非常多 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 关于这场比赛 赵大侠也是做了一下说明 大家好 我是赵大侠 这是我和女保镖张美丽的比赛 我输了 我对不起支持我的粉丝们 让你们失望了 对不起 接下来我会好好训练 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 把失去的找回来 女保镖张美丽 实力确实很厉害 不愧是专业的 向你学习 不管怎么样 新代李小龙 他敢于上了一台 敢于挑战 敢于认输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不像皮香远 他们就是为了蹭流量 蹭一龙的流量 然后的话也不敢上了一台打比赛 其他人挑战他也不接 然后女保镖张美丽 想跟他打比赛 他就是不答应 说好男不跟女斗 最后希望新代李小龙 能够谦虚一点 然后的话 向别人多学习 不要动不动 就是马云的保镖 王健林的保镖 亚洲第一保镖 这样一听的话 就是给人感觉吹牛 可以把自己的嘴上功夫 用到这个练习拳脚上